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雅庭智慧 那么他们家的云端服务呢 除了竹子稿 它在即使语音辨识 还有翻译的部分很好用以外 也有一个AI翻唱的部分 只要7秒钟 就可以让你化身为歌唱高手 大家对于雅庭智慧这家公司的印象 我想您可能都跟我差不多 都是语音竹子稿的部分 这个studio的服务里面包含了竹子稿 如果声音虚拟主播音乐创作这些类别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介绍 它竹子稿还有音乐创作里面的AI翻唱 雅庭竹子稿 它除了能够辨识国语台语英语日语奥语以外 它很重要的还能够同步翻译 而且这个功能是免费使用的 那它甚至可以有双声带 就同时你的语音里面有国语英语 甚至国台语都可以直接帮我们翻译出来 尤其在台语的部分 这个辨识难度真的是很高 所以像我们一般 比如说在医生的这个诊所里面问诊 如果遇到有不会讲国语的长辈 或是讲英语的外国人士 这个时候都可以排上用场 或者是你可能自己出国旅游 或者我们在国内遇到外国朋友问路 这些我们都可以利用雅庭竹子稿的即时录音功能 不只可以即时辨识文字 还能够同步翻译出来 那这样就能够解决很多语言沟通上的问题 进入到雅庭智慧studio首页之后 您可以在这里找到它的这四种服务 我们进入到雅庭竹子稿之后 你按下立即试用 登录账号之后 您就可以看到这些内容 我们从左上角这边 就可以选择即时录音的功能 里面您可以选择您是国英语 或是国台语 还是单纯的英语日语 粤语国语都可以 以我们国台语来说 按下之后允许它存取你的麦克风 现在我们就来试看看 国语的部分没有问题 那是我讲台语 它也是听我哦 那你可以发现 它在这边的台语 并不是翻成罗马拼音 而是变成国语 那么你可以看到在右下角这里 还可以把我们的内容 即时翻译成 越文、日文跟英文 如果我在这边把它变成日文 那么我们在讲话的同时 日文就会同步出现在下方 那为了让沟通更方便 它也很贴心的提供了字幕模式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 把我们的画面 放成左右或是上下 那这样子的话呢 大家再看就会比较容易 所以这个部分是它很贴心的地方 那如果好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按停止录音 它会问你是不是要把声音档案下载下来 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因为这个内容已经被我们保留在 雅庭竹字稿的云端服务上的 您随时都可以再进来看 也可以透过分享 把它做共用 甚至汇出或下载 那它在这边呢 还会自动把我们做标签 Tag的部分 也会自动比对 这一段语言里面 有几个讲者在同步的做对话 都非常的方便 甚至呢 如果您只有单一个语言 因为我这边有国语台语日文 所以它没有办法做多国语言的整理 但是呢 如果您的内容只有单语言的 它可以帮你直接做重点赛要 甚至呢 您如果想要编辑字幕 这些也都可以哦 那它汇出的部分呢 格式还蛮多的 那我们常用的这个字幕格式也都有 甚至还可以帮我们直接翻成 除了原文以外 还可以加上其他的语言 另外呢 雅庭卒字稿也有提供 你可以自己上传影音 可能是开会的会议记录档案 或者是你自己影片 甚至呢 您在YouTube上的影片都可以 只要把档案或者网址贴上去 它就可以直接帮我们做辨识 那很特别的是 它竟然还可以辨识到 国音台语都可以哦 它在3月12号开始 每个使用者 每个月都有五个小时的免费时数 你可以使用除了即时录音 这些本来就免费的功能以外 的其他这些功能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对于基本的一个使用需求 就蛮够的 那它的辨识方式呢 跟我们刚刚看到的即时录音是很像的 当你把网址给它 它处理完了之后 一样会自动把我们叫做Tag 也可以做这些常见的文字字幕格式的输出 我们再来看看AI音乐生成工具的部分 您进入它的网站之后 按下立即适用 我们就可以打开它的工具 里面有四种 包括AI音乐生成 AI翻唱 AI主唱 跟AI单曲生成 我们这次要介绍的是AI翻唱 按下之后呢 您可以选择 把你的音乐档案做上传 也可以很单纯的把YouTube网址贴进来 那在这里呢 我找了一首王音音的哭纱 我们点进去 把它的网址 复制起来 接到这个地方 那在这边呢 您需要稍等一下 它就会帮我们做确认文 现在确认好了之后呢 您可以选择 您的来源是它内建的男生女生 或者是呢 你也可以选择来自YouTube上其他的歌手 还是呢 您自己录好影片 或者声音之后直接上传 甚至我可以透过即时的录音都可以 那在这边我们来试试看看即时的录音 好 一样选择好你的麦克风之后就OK了 那在这边呢 会建议大家最好你的背景 杂音 那音乐呢 可以干净一点 我们就可以获得比较好的效果 但是在这边你不用自己唱歌哦 你只需要跟他讲话就好了 用七秒钟的时间就OK了 你看我们在这边很认真的跟他沟通七秒钟 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按下 先听看看 你看我们在这边很认真的跟他 好这样就有了哦 接下来我只要按下确认 按下送出 他会帮你做评估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开始努力生成了 待会他如果生成完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下载或者分享 那您这边呢要留意一下 他预设分享的期限只有一周 所以如果你想要保留下来 还是建议您把它下载下来 目前他跟雅婷组织稿不一样 雅婷组织稿我们所有的每一段录音 或者是影片都会留在上面 但是AI翻唱的部分就没有 他并没有帮您保留起来 也没有提供一个就是翻唱歌曲的这些列表 所以如果您错过了这个机会 那可能就必须再重做一次 这里我们来听一小段 用我的声音来演唱的扑杀版本 您是我最苦涩的等待 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 穿过所有的记忆 谁都知道我在想你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最怕恨有突然的关系 最怕恨有突然的关系 但也不太靠面 也不太靠近 我妈就好 我妈就好